姐 我要买套房和买一辆车 结婚用 能不能借我两百万 买婚房和车 这忙姐一定帮 姐现在就把钱给你打过去 姐 收到了 谢谢姐姐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你自己的公司可要好好经营 尽快多挣钱 这钱可是要还的 姐的这些钱也是临时从店里周转出来的 也不知道哪天就要用了 姐姐你放心 我每年还你三十万 好 我给你姐夫也说一下 半年后 弟弟你现在手头方便吗 你姐夫计划把店铺重新装修一下 姐 我现在手头只有十万 够吗 嗯 够了 我自己手里还有一些 好的 我马上转给你 对了 姐 今年公司没有赚到什么钱 所以今年剩下来的二十万可能还不了了 没事 今年姐这边还不着急用钱 我跟你姐夫说一声 你就不用着急还了 好的 谢谢姐 一年后 弟弟 你今年的三十万要转给我了 你姐夫的弟弟也准备结婚 要买房 正找你姐夫借钱呢 姐 今年我这边生意还是不好 可能没钱还你了 对不起呀 那可怎么办呀 当初我跟你姐夫承诺过的 我们家每年会还三十万的 去年我们已经协调过一次了 为了这事 你姐夫还跟我大吵了一架 对不起 姐 让你为难了 那我自己跟姐夫说一声吧 说完就打电话给姐夫 姐夫你在忙吗 之前答应每年还你三十万 但是这两年 生意不好 没能兑现承诺 对不起呀 姐 本来不过是 一点点 对不起呀 还需要 我这样子 对不起呀 那什么呢 我自己在一年 那你还可以申请你 对不起呀 最后悔的 对不起呀 是 CHERS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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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初是我们家做的不对 没有考虑你的感受 都怪我当初没有明白 家的真正含义 家因和谐而温暖 家因理解而幸福 家因善良而有福气 既然选择了帮助家人 就要相信他有能力度过难关 人都有困难无助的时候 老婆 现在我是真的明白了 你还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那个他姐夫 这就是我想象中 家该有的谜样 这样的家庭 你羡慕吗 评论区 说说你的看法 我是梁白开 爱你 妈妈妈大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